我小时候升中学呢 是免试保送的 保送这两个字我听起来好熟悉 因为我后来高中升北大的时候是保送的 我高中升北外的时候也是保送的 央视主持人固然都很牛 但有的卫视主持人也不逊色 比如何炯 何炯和撒贝宁一个是卫视主持人 一个是央视主持人 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是国内有着非常高知名度的顶尖主持人 出道多年给观众们带来不少欢声笑语 算是圈内的老前辈 同时何炯和撒贝宁也是相识多年的老友 更是一起参加了很多综艺节目 成为了大家心中的双北宝宋祖 撒贝宁作为央视的主持人 相信有看今日说法的观众们肯定对他不陌生 今日说法开创了央视普法类节目的先河 并且自1998年至今已创办20多年 这20多年里撒贝宁一共参与了13年 再比起央视名嘴方心中火犯这些称号 观众称呼最多的还是小撒 而就是这档节目让小撒民生怯起 今日说法也一度成为笔尖新闻联播的节目 创下了央视收视力的五间奇迹 别看撒贝宁在央视上主持的时候一脸震惊的样子 不知道多少人被他所骗 撒贝宁打破了很多人对央视主持人刻板的形象 撒贝宁表现出的幽默风趣感 深受大家的喜爱 凭借自己的才华与魅力 吸引了特别多的忠实粉丝 在他的带领下央视的主持人们也都开始变得接地气 大家也都发现了他们严肃外表下可爱的一面 近年来央视主持人都有多期发展的趋势 不再局限于央视这个最大的平台 反而开始向其他地方卫视发展 撒贝宁就是其中之一 在撒贝宁被放出央视后 撒贝宁也已成功转型成幽默主持人 现在我们还可以在各种综艺节目中看到撒贝宁 例如明星大侦探 在这档综艺节目上撒贝宁也是碰到了好朋友何炯 何炯在快本的舞台上占了二十多年 积累了非常多的人脉和资源 在圈内他一直有着贴心 善良 不计较地位 平等对待所有人的和老师形象 当他遇到撒贝宁时 两人在节目上的搭档互动也是非常好笑 经常互相调侃 场面十分有趣 两年过去了 他不但没能拿到电视剧男演员的入围的入场券 甚至今年连主持人的提名他都没混上 那是我没有参评 总比有的人参评了之后还没有拿到奖吧 你这么批评理想我很不高兴 对对对 还有他 还有他 忘了 撒贝宁和何炯算是惺惺相惜的 因为都有才 但又都互不相让 也互相懂得对方 所以他们两个产生的化学反应是十分特别的 说他们是整个节目的看点一点也不为过 两个人可以在节目中一起找到线索 分析逻辑 可以带动解决案件的节奏 在节目中 他们开车也很活跃 既有趣又不低俗 有一次何炯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增加节目看点还是怎么一回事 他当面问到撒贝宁 如果我去央视面试能顺利通过吗 通过了一个月能给多少钱 此话一出众人也是纷纷好奇 撒贝宁会怎么回答 大家都知道何炯这是给撒贝宁挖了一个坑 撒贝宁也明白何炯就是来刁难自己的 因为何炯以前就是央视的主持人 他在1995年至1997年一直以大母哥的形象主持央视大风车里的聪明屋 肯定知道央视的工资情况 然而大家可别小看撒贝宁 毕竟他也是出了名的高情商 只见他笑了笑回答 这我就不知道了 要不你请我吃顿饭 回头我去帮你问问董青康辉他们 不得不说撒贝宁这个回答堪称教科书级别啊 一来既甩了锅 二来还赚了一顿饭 不愧是央视主持人 撒贝宁和何炯可以说是平分秋色 不分伯仲 高手之间 时不时过过招 这样才更有趣味 所有的素数之和 如果在根号之下 到底是无限地趋近于 哥德巴赫猜想的第二理论呢 还是会随着积累效应的不断减少 而最后降为 拉格朗日理论的第三象限 你觉得呢